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台是三大贝尺 讲一讲股 今天讲股英俊 高开之后全日反复向好 升幅曾经超过五百点 最后全日升幅都不错 虽然比高位收窄了一点点 升432点 收23,384点 成交1075亿 今天市做好多得金融股成为升市主力 包括友邦保险股 升2.8% 汇丰也不错 升幅来计算 升3% 多加上腾讯也向好 令市今天能够回升四百三十几点 整个市形势 刚才讲过 今天升四百多点 看的升幅来说是不错的 但是是否从此就可以一片乐观呢 要再看一看 为什么呢 回到点几个字 三大贝尺 三大贝尺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就是美股方面的情况 今天港股能够做好 其中原因就是导致亚洲时段曾经升五百点 导致期货 升势凌厉带动亚大区至港股做好 原因就是大家继续将焦点放回来 可能疫苗就发油了 而且重启经济 令情况可能回复正常了 对经济对股市是好事 将焦点放在这里 所以导致期货升 以至港股都能够做好 但其实你看看美股出现一个贝尺 三大贝尺 其中一个就是美股 什么意思呢 这里看的是一个标普五百指数 正在升六点 上个星期五来说 昨天没有市 昨天休市 升六点 但其实你看看标普五百指数 虽然低位达不少 但其实出现一个贝尺 贝尺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五百值股份 其中呢 但是升的贡献主要来自五个 就是我们节目经常说的 所谓FANK 包括Facebook 那些五个科技巨头的股份 就是升的 根据统计 截至4月30日 这五个股份是升一成的 就是今年来的 升一成 不错啦 但是呢 你撇除这五个股份 即是500就减5 就是495个股份 另外495个股份是跌的 跌一成三 换言之呢 是单靠那五个股份 是拉到市上去 换言之呢 整个市 升市的宽度 是极之不足的 这些不足的程度去到什么呢 去到20年前 科网时代以来 是最厉害的 更厉害的科网 就是宽度不足的情况 换言之 是升市集中的情况 比20年前的科网时代更厉害 这个背词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这种股份和其他股份的升市 的背词 这个呢 通常是值得留意的 虽然你说担心也可以 但是起码呢 如果说的没那么淡 起码你要留意 因为升市 寬度不足 不是一个利好现象 这是第一个背词 第二个背词是什么呢 就是看香港自己 不同的股份本身 刚才看到了 哇 升市主要靠有邦 汇丰 甚至其实刚才没有提及的一只 就是新鸿基地产都升得很厉害 3.9% 升势呢 是凌例的 而且新鸿基地产 以至汇丰 以至汇丰 以色阴阳竹的朋友 一看就知道 这三个交易日的走势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信号呢 早晨之星 早晨之星是什么意思呢 新鸿基 更加清楚 一只大阴阻 一只声狀的物体 以至今天出现的阳竹 就是早晨之星的情况 早晨之星 有信号 这几只股份 特别是新鸿基和汇丰 都是之前走势比较弱的股份 这些也是所谓旧经济股份 或是传统经济股份 之前一直都是比较弱的走势 一直在穿 分别是穿了今年的低位 特别是新鸿基 昨天这两天就穿了 昨天跌穿了之前的低位 这些传统经济和旧经济股是弱势股 弱势股很高 升幅是跑赢大事的 这些邮邦也是 跌至接近三月浪底 就出现反弹 他严格来说 勉勉强强 不标准的早晨之星 虽然今天的阳竹 就不够长 就不是太帥 昨天是升狂的 但是升得来的足身比较长 不算是最标准 但是都是类似的走势 跟新鸿基至汇丰 换言之 这些传统经济股 今天就帥哥 反之 之前的领先股 今天来说 虽然有些东西有升幅 但是也不及帥哥 不及这三个股份帥哥 说的就是腾讯 今天也有升幅 2%都不错 但是你看它走势 自从升穿 这个绿色箭咀指着的前浪顶 或者我之前说过 头肩底的两个颈线位 两个高点 连成一条颈线 穿了之后 应升就不升 没多久就下回来了 就穿回这个颈线水平 虽然今天的位置就上去 换言之 仍然站在颈线的位置上 但是 升穿 不能够 乘势上升 反而 就下回来增持 而且 短线 已经出现一个下降通道的走势 是弱弱的 只是领先股 腾讯是领先的 一早就破了今年高位 但是 看到今天或者近这几天 是有个回员迹象 另一只 都是最近领先的 非常强劲 很多大行唱好的港交所 因为中概股 老老老续续回来香港 做第二上市 对港交所的气氛 或者盈利 都有些冲景 所以近期 走势比大市更强 但是 你看到什么状况呢 昨天一只大荣粥 今天 再升 早段 早段再升 看到高位 去到280元 这些水平 逼近这个箭嘴 前浪顶的阻力 就出现回圆 出现回吐 而且 是逆市下跌 市升四百多点 竟然要跌成1% 那么 阴阳足徒出现什么呢 就是一个淡忧犯工走势 换言之 领先股 和之前的落后股 或者 行讯来说 新经济股和旧经济股 是出现一个贝池走势 一个转好 但另一个 就转回回圆的走势 这是第二个贝池 而为之 第三个贝池是什么呢 就是国企指数和恒生指数 最近国企明显比恒生指数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到了 国企指数这下回圆 是基手于这个浪底之上 而且 从这两天升下升下升下 今天已经重上前浪底之上 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持 穿了之后 变成重要阻力 但是今天 收回上去 而且一度穿过50天线 走势是可以的 相对 起码 相对恒生指数是可以的 反之恒生指数是什么呢 穿了这个之前 这个叫做 上升旗形的 底部 穿过了 昨天 走势是比 国企弱一点 而且 至今 仍然未上前浪底的阻力 前浪底 好巧的 23 403 今天去到23 401 差2点 他都穿不上去 反而 不回来 好像 这个前浪底 是有点阻力 而且50天线 还压着 10天 20 50压着 走势各自有少少背前 加上今天 虽然升400多点 但是成交 刚才说过 1075 不算多 最近做得比较好 应该是12亿以上 甚至当日大跌 上星期那么大跌 18亿那么多 今天看到 1000亿 显示上升动力 都不是很大的配合 所以在三个背持之下 大家要留意着 看看恒生指数 能不能够穿回重要的位置 先判断走势 是不是真的穿回好了 这就是刚才说过一次 重复一次 23 403 看着这位 好了 说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